10月18日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特朗普的一则推文表示 美国的农民将在感恩节前得到现金补贴 受贸易冲突影响的中小农户将是此次补贴的主要受益者 与此同时 美国媒体关注到日益增长的债务危机和自然灾害等困难 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农场主叫苦不迭 美国政治家网站此前报道称 美国农业部将向受贸易冲突影响的美国农民和农场主 支付新一批援助款 2018年8月 特朗普政府宣布向农民提供120亿美元补贴 2019年7月25日 美国农业部决定再次向受到农业冲击的农民提供160亿美元援助 美国农业部表示 将于本周开始向美国农民发放的援助款项 是160亿美元援助计划的第二部分 今年首批支付的援助款项 占到有资格获得援助的全部农业生产活动的50% 15日宣布的新一批款项支付占25% 特朗普政府将根据情况决定 是否拨付今年第三批农业援助 届时 2019年全年的农业援助款 可能高达145亿美元 今年9月 全美农场破产数 激增24% 达到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去年9月以来的一年间 共有580家农场申请破产 该数字达到2011年以来的最高值 此外 美国农场债务将达到创纪录的4160亿美元 去除通货膨胀因素 目前美国农场债务水平 已接近1980年代农场危机前的最高值 17日 美国MSN新闻频道报道称 美国农业正面临重重困难 农民债务问题严重 数据显示 美国多个州的农场收入 均较上年出现下滑 且第三季度许多农场的信贷状况趋于恶化 农户的生活开支和资本开支也双双下滑 特朗普发动针对中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冲突 导致出口下降 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困境 此外 2019年以来 美国联发洪水 霜冻和干旱等自然灾害 也让农民较苦不迭 美国农业部长桑尼百度15日发表声明称 今年以来 美国农民遭遇不少困难 除遭受不公平的贸易报复之外 还遭受自然灾害 第二批农业援助款的波幅 赶在感恩节之际 为农民提供了急需的资金 百度表示 如美国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那就无需再动用纳税人的钱 去救济农业领域了 美媒分析也认为 美国农业面临的困境凸显出 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所带来的影响 这也导致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前 特朗普可能损失重要的农民票仓